CUT OFF 繼續下去,先來介紹CUT OFF 這兩個其實真的要一起講 剛剛本來以為可以一起講掉,不過還是太長了 我們把我們的 Automation先關掉 回到正常狀態 來看一下 剛剛講完全是POSE 我們要先講CUT OFF CUT OFF我們對照下面這邊 這就是你的 HIGH PASS跟LOW PASS 那如果我調整一下,我看一下下面這邊 很明顯嘛,各位網友就會知道 下面這邊可能就是LOW CAR 上面就是HIGH CAR 所以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讓它 亮的 悶的 亮的 悶的 後面都一樣亮的 我們 聽聽看囉 是不是變得 我覺得DELAY變得有氣質了 氣質一點了 有沒有,其實還蠻好玩的 好,那 這個應該不太需要帶多做說明 各位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做 然後你可以還是可以調整位置 整個頻率的範圍 那這樣它完全會不一樣 然後 好,其實還真的很好玩喔 然後再來看到 你這個FILTER是可以關掉的 回到這個就沒有了 你可以這樣單獨去做設定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resoness 這個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不過有一個slope要注意 這個slope是這樣喔 呃... 各位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所謂的resoness 我舉個例子好了 呃... 可能這個例子 不知道好不好 這樣OK 呃...我先把它都關掉 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slope 這有把EQ叫出來 我把它往... 左拉 slope其實就是這個 12dB的時候是這個坡度 然後 6dB的時候是這個坡度 那所謂的resoness是這樣 我boost這裡 呃... 就是... 我boost的時候 本來因為這個EQ 沒辦法這樣boost 它只能左右拉嘛 然後其實這樣boost的時候 是這樣子 我boost這裡 然後我這個EQ 往這邊拉 它就會有一個... 呃... 這個坡型 就等於是這樣的坡型 呃... 我...我... 真的...我被拷到了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plugin 是可以顯示這個出來的 呃... 呃... delay filter 啊!我想到了 有! 等一下喔 各位等我一下 我來說明一次這個 所謂的... 呃...那個... resoness的差異性是什麼 sortable instrument 好 你看好 各位 我們不用管這個建築 只要看這個圖形就好了 所謂的... 剛剛一開始是... 我們說這個是... 呃... Cutoff有沒有 那...所謂的Cutoff就是... 譬如說你可以選擇... HIGH咖跟LOW咖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表... 這個圖形 這樣的話就是什麼... HIGH咖 因為... 左右邊是高頻不見的 那所謂的Cutoff 我們就可以調整這個狀態 所以現在是HIGH咖的位置 有多少以上的高頻要不見 那所謂的resoness 就是...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那個slope 這個6dB跟12dB 是這個的...這條線的坡度 那... 所謂的resoness 就是調整這個 我可以boost它 它的聲音就會變得更... 怎麼講... 就這段頻率突然變得被加強了 然後你的頻... 坡度是從這邊調整的 這樣各位應該... 稍微對那個... 畫面... 聲音... 應該有一個想像空間了 好... 我們回到這邊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呃... 我們先聽聽看... 6dB的狀態是怎樣 我們把resoness都... 亂調一下好了 隨便 好...聽聽看 有沒有... 有一點會打到破音破音的感覺 那我們把... 波度更陡 它會更明顯 因為波度更陡了 那我們誇張一點喔 我們這樣 好... 所以這個意思就等於... 如果我們這樣看 因為這邊的...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cut off的狀態是... 你可以... 直接去選取一段範圍 因為你可以調整... high pass high card 跟low card 的一個... 頻率範圍 所以... 如果我們看到EQ的話... 其實你會把它... 想像成是... 這樣是resoness 然後... 最後的高度... 坡度不一樣 然後... 你就可以調整... 比如說第一顆的感聲音 是這個音色 第二顆音色是這樣的... 這個音色 好...這樣各位應該就有個概念 然後你還有高低起伏 可以去調 所以... 到這邊... 就是... delay designer 你可以針對每一個tape 所做的參數調整 到這邊應該沒有問題了齁 然後我們接下來... 下一段影片是... 最後一段... 來介紹這個... delay designer 就是... 一些... 剛剛還沒提到的... 這個... let's tape 好... 待會見